讲到疫苗因为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 今年公废流感疫苗爆发了强打潮 那么现在想要追加数量 各大药厂纷纷表示有困难 像是供货超过了360万剂 占比最多的国光生计就说了 疫苗都采计划性生产 从无到有准备期至少要6个月 那么欧洲大厂赛诺飞就说了 正在询问全球的制造端 无法保证追加供货 而台湾东阳则说 疫苗全数已经交货完毕 没有库存 会再跟原厂商积极的沟通 而目前台湾中丈年族群施打率 来到了14% 相较于去年一整年不到10% 接种人数大增 确实也排挤到了6岁以下的幼儿族群 公费流感疫苗爆发强大潮 不少小儿科诊所首批拿到上百只 往年预估可供应3到4周 没想到一周内通通打光光 只能等卫生单位供货 但后续拿到的数量 越来越少 想要追加数量 各大药厂纷纷表示恐怕有困难 上市供货超过360万剂 占比最多的国光生技回应 疫苗都采计划生产 从无到有至少需要6个月 赛诺飞表示正在询问全球制造端 无法保证追加供货 台湾东阳则说 疫苗全数已经交货完毕 没有库存会再跟原厂积极沟通 希望有再有新的货可以供应给台湾 会有好的消息回应给我们之后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快回复 有疫苗大概就是有一些本来在订购的 那就没有再使用或者使用率特别的低 那才能够从国外相对的分配再去争取 仔细比比今年流感疫苗数量 公费部分与去年相差不多 自费则多了近50万剂 全台涵盖率大幅提升可超过三成 其中中壮年施打率目前来到14% 相较于去年一整年不到10% 接种人数大增 却也排挤到6岁以下幼儿族群 今年目前施打率大约只有两成左右 远低于目标5成4 比例相对偏低 疾管署紧急调整施打策略 但医疗院所和民众还是担忧 疫苗数量不够 有没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解诚在百零星SNG小组台湾报道